我镇宝珠做事一向公平 如果你的设计 能够符合池氏集团 要求的视频 我自当赔罪协力 如果设计不出 那抄袭事件 也并非空穴来风 你说是吗 真恭喜 万年老桥段 就不能换一个 这招数还挺管用的 好 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 如果我可以设计出 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 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 达成两家的战略合作 好 那我就等着你的作品 正式集团 怎么能拥有百分之七的股份 这事你时间不知道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奇怪 应该是恶意收购 宋总主 这是最新的双肠测和海报 请过目 怎么还是宋小小 我不是告诉过你换人了吗 迟总 这不是您亲自决定 要把他换回来的吗 出去 我让你们出去 好的 老板 迟大爷 你最好乖乖地让我的海报上市 否则我有更劲爆的代言方式哟 想不想挑战一下 取决权在于你 您好好想一想 我说以后啊 我们的什么设计稿呀 电脑呀 可说以后啊 可说以后啊 可都得小心点 万一 就是啊 可危险呢 各位 有哪位要与我好聪明比试的 尽管放马过来 背后落人长短 岂非大侠作派 快 你在干吗呢 站那么高干吗 我 我是看这个灯好像有什么问题 你看啊 这上面好多小虫子 是不是应该打扫一下 阿姨 是 珠宝研发部刚刚成立 我看了之前的方案 这个钻石侠周边开发得很不错 我会以它作为我第一个项目 郑小姐 这个钻石侠的IP呢 大家也都很想做 可是自从三年前断更以后 就没有消息了 这个作者更加是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 我们也一直很想联系他 但是 好了 这世界上只有不努力的人 没有成不了的事 我要三天之内拿到授权 我看这件事情 就交给郝聪明小姐办吧 我这人做事一向公平 交给郝小姐 自然它最合适 诸位还不知道吧 郝聪明可是位网络作家 还出版过一本 我叫郝聪明的畅销书呢 这可是你的优势 好好把握 但是我是真的不 我们给郝聪明鼓掌 郝聪明 我给你三十分钟 把所有好聪明的资料发给我 郝小姐 这个时间有点 我会定制一个新的套餐 新套餐的定金 我今天给你打过去 这个容我再考虑一下 郝聪明 这个时间有点 我会定制一个新的套餐 我今天给你打过去 新套餐的定金 新套餐的定金 我今天给你打过去 等等我记一下 好 好 好 我再查一下 查一下 刚摆平一个大魔王 又来了一个女魔头 你没看到 她今天在办公室 整体像要吃了我一样 难道是因为迟墨 我跟迟墨甲同居的事情 被她发现了 韩逸 该不会是你吧 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 我早就跟她闹掰了 上一个套餐 她居然给我差评 你知道吗 气得我呀 从此以后 跟她老死不相往来 况且那条消息 应该值不少钱 我怎么可能把商机 这么轻易地泄露给她 那怎么办呢 听这话 小楚您是遇上什么事了 她让我拿到钻石侠的周边 开发授权 要不要我帮你打听打听 盗上的消息 最近穷 没钱 跟我还提什么钱啊 这样 你先欠着 不过 听起来这事也没那么简单 对啊 我自己就是钻石侠的脑残粉 当年的盛况 跟盗墓笔记有得一拼 只不过三年前断更了 据我的分析呢 这个作者是一个单纯善良 甚至有点小羞涩的男生 他对天文学有很高的造诣 富有浪漫的情怀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心爱的女生 不过作家圈里面有人说 他写文猝似的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 他是跟他心爱的女生 一起去过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了 好 谢谢 老板 郑小姐要好聪明 拿什么算石侠的授权书 算石侠啊 您知道 但是难度有点大 这个作者已经推出 网文件很多年了 这小妮子可真够折腾的 我知道了 喂 那就拜托你了 不是 我给你找到现任了 你哪儿呢 怎么还不来 这么大热的天 我一个人巴巴的 站在这太阳底下 别说热成狗 我都快给热成十二生肖了 不好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情况有变 昨天我收到一个匿名短信 说在我的朋友圈里 看到寻人启事 特地告诉我钻石侠的情况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粉丝 看不到我有难 我说好聪明 你虽然叫聪明 但是你得知道 那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咱能不能别老干傻事被人骗 怎么就是被人骗呢 他有没有要我什么劳务费 请问是郝聪明小姐吗 你等一下 我是 有你的快递 请您牵手一下 好 我先挂了 钻石侠授权书 你不是说钻石侠方案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按道理讲是这样啊 据我的先生说 这作者三年前就去世了 那为什么还可以拿到授权书呢 会不会是遗嘱机成人啊 滚 明天早上八点的会议啊 记得把设计稿给我 我拿着去复印一下 做成文件夹 设计稿 什么设计稿啊 你没有收到邮件吗 没有啊 我看看啊 真的呀 真的呀 这电脑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一台 你可别胡说 它可一直在那儿呢 你们就这点伎俩啊 换电脑 藏消息 你们当我小 杜拉拉生殖记看过没有 七十五级的甄嬛传都白看了 韩剧女二号都这么跳戏呀 一个个的 一点斗争经验都没有 让我斗也不是 不斗心烦 好 开会不是明天吗 明天八点之前我会完成的 放心吧 你死机了 喂 喂 你死机了 怎么了 那个 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死机了 我设计稿还没完成呢 帮我看一下吧 张小姐 张小姐 等会儿 等会儿 张小姐 迟墨呢 迟墨在里边呢 你有事吗 我帮通报一下 好了 谢谢啊 郑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 贱人 你敢勾引迟墨 我没有 贱人 张宝珠 你犯了什么犯 你跟她住在一起 是又怎么样 你跟这个女人什么关系 你误会了 我们两个人跟她 我跟她什么关系 你管得着吗 你三番两次拒绝我 就为了这个女人 既然你都看到了 我也没有什么好行 显而易见 好聪明 是我迟墨的女朋友 我是迟墨的女朋友 是你忘了吃药 还是吃错的药 别动嘴 配合我演戏 迟墨 你以为找了这么个女人 来做打电牌 我就会相信吗 需要我给你证明一下 是吗 你欺人太善 你竟有便宜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赤墨 赤墨 赤墨被那个女人迷住了 好了宝珠 你先别哭了 沐儿她真的那么离谱 赤墨 何止啊 赤墨还把那个女人 接到别墅同居了 我爸再这样下去 不仅仅是赤墨 整个赤社集团 都会装送在那个女人手上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阿姨 阿姨你为什么别吓我 我没事 我是被那个混账东西给气的 你去 去把沐儿找回来 这件事 我要当命问问她 我这就去 阿姨 现在也只有你可以 把赤墨拉回正途了 那 就要让你的思路 做一个本季度的企划按钩 老板 刚才家里来电话说 老夫人的心脏比较不舒服 什么时候是 今天上午郑小姐去过家里以后 老夫人的身子就不爽快了 郑宝珠 又是她 今天就先这样 三块 好 我听宝珠说 你最近把一个女孩 弄到家里去住了 她怎么说的 她没说什么 只是说 自从你跟她分手之后 就一直没再搭理过感情上的事 既然你已经做了选择 我总该听听 你是怎么想的吧 那个女孩 家里是干什么的 就是很一般的家庭 一般人家的女孩能被你看上 那她样貌学士方面 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没什么过人之处 就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女孩 扔到人队里都找不到那种 那你选择她 而不选择宝珠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这个叫好聪明的女孩 好 那我就带她来见你 再喝点吧 再喝点吧 齿大爷 有何贵干哪 我警告你 不许再对我动手动脚 看一下 想吃点什么 好 这么贵 事先说好 这顿饭是不是你请 放心 这家餐厅属于吃室的 这顿饭我请你 算是谢谢你昨天晚上配合我 在镇宝州面前演的那首席 算你还有点良心 这么多好吃的点什么好呢 给我来一份龙虾餐 谢谢 对不起 我现在需要现做 请您稍等一会儿 那 那我换一个吧 待会儿吃完饭还要上班呢 一颗龙虾餐 公司里边我已经给你打过招呼了 下午跟我出去办点事情 那我先不点了 谢谢 我说呢 原来这是一场鸿门宴 请我吃饭是有目的的 你晚上跟我回家 什么 回家 你有什么阴谋 作为我的女朋友跟我回家 我妈要接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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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呢 口水都流下了 补品 你真的打算空着手见我妈 那 你是让我现在 去吧 这个样子去见你妈吗 你看我昨天早也没洗 头发乱七八糟的 还有 我好久没有拔黑头了 你看我鼻子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能这样见你妈妈呢 人靠衣装 好歹让我打扮一下 让你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衣服什么的 还是别浪费 怎么就浪费衣服了 好歹我也算五官丹正 皮肤白皙 没有胖成猪也没有瘦成柴 这个人真是不值好歹 我好好打扮一下 也是为了给你留面子 你不觉得有一个 大方得体的女朋友 还是挺好的 我告诉你 淑女走路 是不会撞到别人的后背了 你学过礼仪吗 十厘米的高跟鞋穿得了 如果把巴黎时装多的 名品设计全部堆在你身上 你觉得你护得重要 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 不如你这样反不对真的 你 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你的底细了 一会儿记得 多吃东西 少说话 多吃东西 记得你的角色定位 一个靠怀孕上位 穷酸又无赖的拜金呢